我是1959年属住的 1959年 1959年 年轻了 59年属住的 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 为什么有病的苦 得了病苦 就是说你现在叫台党帮你整个身体看一看 不不我身上有病 得了癌症 你现在这样 你相信台党的对不对 你就直接告诉我部位 我帮你伸进去看 看看是不是厉害不厉害 你还能活多少时间 我都看不出来 但是好不好 但是我时间不一定告诉你了 但是我可以知道 我马上就看出来了 你告诉我哪个部位吧 现在59年属住的 你告诉我哪个部位 我是得了肺癌 然后转移到骨头 骨头 再转移到三根脑 首先我告诉你 你的有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在找你 这个女的是你身上的灵性 我不愿意讲是谁了 在托你 你现在这个病非常严重 我可以告诉你 时间没多少 你自己看什么办法 现在照着台上这样做的话呢 可能会有救 但是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你身上的业障太重 听得懂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年轻的时候 有过杀生很多事情 或者钓鱼了 或者怎么样 钓过鱼吧 开过饭馆吗 偶尔吧 偶尔而已啊 不时常啊 好嘞 钓鱼是不是啊 可以 总共我和年轻 只钓过一次这样而已 钓过一次 后来杀过很多动物吗 杀鸡 杀鸭 没有 没有 身上有很多 我不知道 你骗我也没用 我看到你现在身上都是 这个现在都在讨你在啊 你看看你现在怎么还吧 我告诉你 时间不长 你现在还没开始念 听得懂吧 已经生了这个病了 到现在还没念 他身上一点光亮都没有了 整个全是黑的了 脑子这里一片空白了 你说实话 我看到你这个图头 你还能活这些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都看得出来的 你戴的帽子没有啊 你现在上面头发都没有 听懂吗 好好修啊 你现在只有大量放生 所以救自己 一个是大量放生 还有一个许大愿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念经 听得懂吗 好 我看你怎么做了 家里有没有人帮你念经啊 那我家庭怎么啊 家庭怎么啊 家庭以后缺个人啊 少掉一个人啊 还怎么啊 我告诉你 连自己都救不活 你还牵挂其他人呢 听得懂吗 你现在想的家庭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老婆挺好的 你老婆为了你啊 欧心立血一辈子啊 你花花公子啊 年轻的时候 现在老了也不是太好啊 听得懂吗 叫现在生病的老时间了 没生病之前 你还是花的 还跳舞 不跳舞了 我看见他这个猪在跳舞啊 反正不是跳个天鹿湖就好 听得懂了吗 好了 会跳舞的 好了 现在麻烦了 现在好好念小房子 他都跟他说小房子要念 至少念三百张 好 好吧 好了 你们想想看 台上有时候看到有些人 我救不了 我心里多难过 真的 你们早点念经 早点跟人家讲 人家大家都念经 多好啊 好了